来几村的大人等着重建家园 小朋友则是等着回到学校 不过他们的小小心愿却是难以实现 因为村里的国小教室现在满满覆盖着土石 目前没有工具也没有人力可以进行清理 九月开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小小的手开心地弹着钢琴 七岁的陈小妹妹很期待九月开学 因为她要上一年级了 可是莫拉克风灾带来的土石流 让她的小小心愿不能实现 你都想要自己去上课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学校里面都是泥巴 那怎么办 要只能穿拖鞋进去了 来几村在这一次风灾受创严重 连从来没有被土石流侵袭的来几国小 也成了这一次土石流的第一个受灾户 八月八号清晨的一场土石流 不仅冲进民宅淹没街道 把围墙都弄坏 还流进了来几国小 土石顺着坡道再冲进教室 地上满是泥巴 篮球场上也不能打球 球只能放在一旁的架子上 村子没水没电 也没人力和机具 进到学校协助清理 这样的情况 教育部说九月要如期开学 学校直说不可能 教育部目前就是说要如期开学 那我们这个实在 实在这样的地方 真的 其实很多学校是真的没有办法如期开学 你要叫小朋友来上课 要走那么危险的路 我觉得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学校就在这次土石流的危险区 有当地民众质疑 可能是上方种植差源所导致 未来会不会再有土石流 大家都很担心 加上道路还没修好 学童上学路途危机四伏 目前来几国校已经向嘉义县教育处报备延后开学 而最坏的情况 学校可能得异地重建 教室里的黑板上还写着受伤了地球心里的话 孩子们没法回答 因为到底何时才能上学 大家都不知道 记者阮瑞文王威雄嘉义报导